2021赛季CBA的开局阶段 许多校园篮球出身的球员表现亮眼 本节新秀中 郑其龙郑公子首秀却拿下20分 展现了出色的中介能力和身体天赋 其中还包括一记世大力臣的Pico 著名阵队阵新疆拿下16分8篮板 面对周琦秀了一把后车铺3分 连郭世强之道都夸赞他的风格特点 称他是球队重点培养的对象 他说我们球队要重点培养 我是休席时间的小飞 这个视频里 我想从校园新秀们的表现出发 总结一些校园培养体系的特点 分享一些我对清训和校园篮球的思考 1.关于身体 以郑其龙著名阵为代表的这些新秀 身体与其他CBA球员比较 普遍来说并没有显得很吃亏 以著名阵举例 因为战术定位等综合原因 北大时柱以对抗风线球员为主 体重比较大 因此他虽然大学时防守出色 选秀前仍因为移动问题被外界谨慎看好 事后来看 柱其实很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 他很早就有计划地开展了提升灵活性和敏捷 等方面的篮球专项体能训练 在中选后又根据需要完成的减重 提升了移动速度 因此CBA比赛中他不仅能防守小前锋 甚至还能跟上对方后卫 郑基隆则在里南指导的调教下明确了灵活下顺的打法 展现了远超清华时期的比赛影响力 而张宁、李锐等球员都在有限的角色内 完成了积极防守的任务 由此 选秀球员身体不行这样的论断 我认为是需要再推敲推敲的 毫无疑问 校园和职业在身体上的平均水平差距明显 但最顶尖的校园球员 能否在备选阶段和选中后快速提升身体强度 达到职业队要求的水平 我认为新秀们的表现已经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第二 关于技术 很多CBA球迷都有一个大致的观感 就是校园球员比清训球员更敢做动作 比赛气质更好 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校园体系中 球员普遍战术定位更自由 发挥空间更大 因此球员们就有更多机会尝试新套路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比如朱松伟以2米05的身高 能拥有如此丰富的持球进攻技巧 是和他在汕头大学绝对核心的地位分不开的 在CBA里 他所使用的欧洲布 转身 空中折叠对抗上篮等技术 其实早已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多次成功施展 属于基本操作了 经过反复的磨练 顶尖校园球员在一些小技术上掌握得已经非常熟练 比赛里做动作自然显得得心应手 信心十足 第三 关于清训和校园 通过近距离观看U系列 新火杯 耐高和CUBA比赛 并和多位球员和从业人员有过交流之后 我个人认为 如果可以在几个大问题上做出一些并不复杂的调整 那校园和清训都有广阔的进步空间 甚至能实现完美互补 普遍来说 清训球员的身体素质开发都更好 球队的战术素养和执行力都更高 可以看出 他们平时的训练是更往职业的方向要求的 但是 他们与同水平对手在真实场合交水的机会十分有限 具体来说 U17青年队的正式比赛 只有U系列和传统校的赛会制比赛 如果赶上全运会年 平均一年下来有25场左右 而U19以上的组别 每年固定的正式比赛是U系列和CBDL 一年下来 满云塔满算接近30场 且这些比赛 无论赛事组织 比赛强度 媒体转播 场馆条件 等多个方面都很难尽如人意 绝大部分青少年比赛 连高清的手机直播都无法保障 与大学生比赛在规模和关注度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 就像模拟卷没做几套就去高考一样 很多刚离开青年队的球员 打CBA这种规格的比赛 在竞技和比赛氛围层面 都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 除此之外 青少年阶段比赛少带来的另一问题 就是风格打法容易过早定型 如果你一直比你的对手重10公斤 必长再长10厘米 还高一个头 那你自然不需要过多练习终结手法和脚步 也一样能统治内线 如果你只靠加速起三步篮就能一直得分 那想必你也缺乏动力 将运球的节奏变化和秃头传衔接的细节 掉着到很高的水平 其结果就是温水煮青蛙 一旦离开了舒适区 在职业环境里失去了天赋的绝对优势 或者被要求展现更丰富的比赛内容时 表现挣扎 相对应的 校园体系的球员们比赛经验更丰富 不同的比赛环境 不同的队友对手 都迫使他们不断地自我完善提升 像刘毅、杨浩哲这样起初 因为天赋并不被看好的球员 也能稳步成长 具体来说 初高中阶段有各省市组织的锦标赛 全国性的初中联赛 高中联赛 CSBA以及节假日自行组织的交流赛 例如G12联盟 南北方发展联盟 李宁Top24等等 还有部分学校也会参加 蓝鞋举办的传统校等赛事 其中的校储、清华附中 一年参加的正式比赛 能有50场之多 到了大学阶段 除了CUBA的基层赛 分区赛、全国赛 还有听雨轩、金球节、星河湾 蓝天杯、佛光杯、秋夏杯 慧专杯等等等等 高水平的友谊赛和邀请赛 以刚获得CUBA冠军的清华大学为例 2019年8月球队去到台湾参加了雄鹰杯 对手包括日韩强队、铸波大学、汉阳大学等 之后9月飞到深圳 参加了U21CUBA对抗赛 与四川、广东、新疆、广沙 这几支前四的俱乐部青年队对抗 之后10月又在福建参加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 对手除了北大、中南、民航等CUBA传统豪强 还囊括了台师大、易守 等8支中国台湾地区的精英球队 经过这样密集、高强度地 与各种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高手对抗 清华队员们的实力 无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锻炼提升 像他们这样处于第一梯队的CUBA球队 一年参加的正式比赛能有40场左右 总结来说 在踏入职业赛场前 校园球员们参加高水平对抗的比赛场数 远超于同龄清训球员 但是 校园球员们的训练质量 普遍离职业水准还有很大差距 球场定位很多也与职业不同 不得不承认的是 由于一线队优秀的教练资源和场馆条件 俱乐部在训练设施 营养配餐 教练专业程度等方面 都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 今些年也有一些俱乐部 与海外清训体系形成合作 交流优秀基层教练 在训练科学和理论上也不断创新 这些优质职业篮球资源 也是校园篮球在短时间内难以获得的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 在北大时大厦四方的万圣伟 得减重40公斤 才能达到杜丰指导的要求 我太难了 在北体大以训练刻苦著称的刘毅 发微博感叹山东训练强度之大 总结来看 精训体系如果能够效仿校园体系 给球员们更多像星火妹这样锻炼的平台 校园体系如果能学习清训体系 提高训练的水平 给志在职业的球员们更专业的指导 那么这两种体系在培养球员上都能快速提升 不管是传统清训还是校园篮球 本质上只是篮球人才培养的两种方式而已 没有天生孰优孰劣的说法 不管黑猫白猫 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校园模式在美国 清训模式在欧洲 都阐述了无数高水平的青年篮球运动员 证明了自己的成功 我也希望球迷朋友们给年轻球员多一点耐心 给姚主席的改革多一点时间 用发着的眼光 共同见证中国篮球的成长 我是秋季时间的小飞 我们下期再见